阿富汗战场上一名藏身碉堡内的机枪手 朝着远方的塔利班敌军扫射 仔细一看 这正是当年年仅23岁的英国哈利王子 转眼间 十多年过去 现年38岁的哈利王子 准备推出自传回忆录备胎 不过有欧洲媒体事先曝光 哈利在书中自述自己在阿富汗执行期间 一共居杀25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还把歼灭敌军的过程形容成 移走棋盘上的棋子 这样的说法立刻被塔利班政府批评 根本是西方占领军滥杀阿富汗人的缩影 就连哈利的前指挥官都看不下去 哈利回顾自己在英国陆军的十年军旅生涯 先后在2007年到2008年 以及2012年到2013年间 派往阿富汗执行任务 哈利回忆 每当陷入激战 已经不把塔利班武装分子当人看了 而且要让坏人在杀害好人前就先出局 甚至不会为自己夺走的25条人命 感到愧疚 除了高调炫耀战机外 哈利还在书中连报王室丑闻 批评英国社会 对此大多数伦敦市民 都认为哈利这一次真的太超过了 哈利自传似乎就是在表明 自己今天会成为舆论剑靶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还有民众认为 他被派的绝不只是英国王室 英国军队而是全体英国人 华语新闻谢仲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